又来到土豪看楼的节目 今天带大家看这间是独立地皮 一开二的dupex 四房三个厕所两个厅 其中一个是巨厅单车房 楼上楼下的实用面积加上是超过2000尺 而屋本身不是很特别 它的特别之处是它所在的位置 这间屋是位于麦尔本东南区 麦庆林中学的后区 这间中学大有来头 它是公校排名第一 比Bowen High Donkast East中学的排名还要高 它在全麦尔本的排名排45位 仅次于人名合 Scottage College 它的分数甚至比Coffield Grammar还要高 它VCE的平均成绩达到33分 学校最近得到政府的资金 校舍也得到扩充 而最重要的是围绕着学校的学生家庭的背景 相当优秀 学校一边除了提供英语教育之外 亦有提供德语和法语教学 除此之外 麦庆林中学亦很注重 学生的课外活动 因此 这间中学 吸引了很多澳洲本地人 真相抢入入读 特别是澳洲的中产阶级 10分钟车程可以去到全澳洲最大的购物中心 Charleston Shopping Center 这是全南半球最大的购物中心 里面有电影院 餐厅 各式各样的名牌 除此之外 楼本去市中心 只需要半个小时车程 亦有火车去市中心 我会在节目最后公布这家屋的售价 以及开发商的成本 看看开发商到底赚多少钱 大家好 我叫Alex 有很多观众叫我做澳洲Alex老师 我亦有出版澳洲书籍 目前是澳洲书籍的销量冠军 亦是澳洲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以及持澳洲地产牌照的澳洲流专家 欢迎收看TOLTV 这边走出去有巴士站 10分钟车程去到Charleston 墨尔本最大的购物中心 向这个方向 步行可以走到 麦堅能的中学 所在的街道也是安静的 在我前面这些 全部都是说 两三百万澳币的房子 好 废话少说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这家屋 这家屋的优点和缺点 我都会讲的 先讲一下门口 门口这里是一条 运动 这里可以停到一辆车 家庭是 单独家庭 可以停到第二辆车 如果不够位泊车 其实这条街都是可以泊车的 门口这里 种了一些 植物 点缀一下前面的空间 它的好处就是 你看到它全部是帮你铺碎石子 是没有草皮的 所以下一手业主 是不需要剪草的 如果一辆车 你觉得不够的话 其实这个位置 你可以铺一些 沙石 或者是 草皮 你可以放两辆车 都没问题 为什么是 升到家庭 因为是 受到地皮的 闊度限制 它只可以 放在一个 车房 只能放在一个 车房 只能放在一个 圆车 採用一个 比较阔 的门 门的高度 是有2.7米 比一般的高度 高一点 而它左手边 就做了一块 玻璃 令到光线 可以透进去 房子 令到里面的 彩光 是更加好的 但是 小小缺点 就是 这个窗 是开不了的 所以 通风 上面 就 没那么好 另外 这对门 其实 都挺重的 你平时 如果是 出出入入的话 都 有少 女士门 都可能 有少少吃力 如果我是 设计师的话 其实可以考虑 做回 霜门 或者最起码 这个玻璃窗 做回 可以开的 玻璃窗 有一个沙窗 会更加好 起码你夏天的时候 把窗打开 可以做到 对流的 通风 现在 它是 因为窗是密封 所以 做不到 这个对流效果 难听说 就有少少 好看 不好用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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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当然 住得这些屋 都其实 不是太介意的 因为里面 是有中央的 空调系统的 入到 玄关 这个位置 你可以 做一设 鞋櫃 或者鞋櫃 可以放在这里 这里是有 插数给你 可以 放手机 充电 另一个 小小的缺点 就是 Privacy 你会看到 外面的路人 很容易看到 屋里面 解决方法 就是 搬进来之后 这里你可以 黏一些 提高私隐的 玻璃膜 这只玻璃膜 除了可以增加私隐之外 亦可以加强 格业功能 为什么我会说 它的缺点 就是 如果你可以接受 它的缺点 其实 你可以接受 这家屋 这家屋 走进去 这条走廊的左手边 就是 车房 这是一个 Single garage 是足够停 一架大型的 SU 而它的 地板 亦都帮你 做了一些 处理 和普通 我们买到的 Timehouse 碎屎 比较粗 的 处理方法 这个地面 是更加光滑 和保养起来 是更加好的 车房 这对门 就可以通到 花园 这里是 摘取了 剪槽机 再走进去 你看到 是有个 水箱 这个水箱 是 收集 屋上的 雨水 平时 叶主可以用来 淋花 或者用来 洗车 全屋地下 铺了 这种 新式的 房屋地板 再走进来 就是楼下的 第一间房间 澳洲的房间 一般都是铺地毯的 因为我们 现在这个 身处是个 鬼佬区 通常 大家都是 鬼佬 鬼佬为主 大部份的鬼佬 他们都是 选择地毯的 窗 看出去 是自己的 一个花园 privacy 都不错 大家看到 天花板 这里是做了 中央空调系统的 全屋都配了 LED灯 以及做了一套 很阔 的 櫃 入场衣櫃 入场衣櫃 整体感觉是很 很简洁的 而且它这一套櫃里面 已经是 做了一些 櫃桶给你了 还有这个 很好用的 挂衣架 还用 进行 看得出来 这个? 相当 être 的櫃櫃楼标准 好像都不错 后致意 右边 就是一个 楼梯位 看到 楼梯位 keyboard 好像有 FIFA 帐楼属 对待 第三个 比其他? 的交流標準是好的 首先它這裡也還有地板 還有你看到的收尾都做得很細緻 上面還裝上一盞燈給你的 左邊是一個浴室 這裡也可以作為下次使用 淺色的牆身 給人一種簡潔和明亮的感覺 設計師在這個位置 都做完可以用來擺 擺洗頭水和沐浴露 在我們右邊是一個launchy位置 下面你可以擺洗衣機和降衣機 這裡也有水龍頭給你洗衣服 也有足夠的儲物空間 給你擺放一些洗衣用品 上面都做了吊櫃 而不用的時候 這雙門是可以關上的 令到整件事整潔很多 看上去就簡潔很多 進去後這個是整間屋 最大的賣點就是這個 open kitchen 還有開放式的空間 我們看看廚房部分 這裡是做了一個位置 給你擺放一個雙門雪櫃 還有全屋的整個廚櫃都做了 可以上去屋頂的 我最欣賞的就是它的廚櫃門 它是沒有這個瓶的 所以整件事看上去就簡潔很多 而這個廚房比起其他屋 是有一張很闊 這裡是1.5米闊 是3.5米 接近4米長的一個bench top 下面這裡是可以給你做巴桌 它這隻是雲石 90公分的煤氣頭 這牌子是意大利的SMEG 下面也帶了一個90公分的焗爐 說多一點這個煤氣爐 麥爾本改了一個法例 在今年開始 所有新建的樓盤 是禁止使用煤氣爐 現在新的樓盤 只是可以用電爐 所以對於中國人 華人來說 有煤氣爐的房子 吸引力就會高很多 廚房這個位置 就看出去 一個是自己的花園 我覺得有少少的遺憾 就是如果它這個窗 可以打開的話 就更加好了 因為華人煮的 它的火候和油煙都比較重 有可以打開的窗 是可以減少廚房的油煙 這個Bench Top下面 都做了些廚櫃給你的 洗碗機就隱藏在這個位置 牌子同樣都是SMEG 一個60公分的升盤 以及一個可動式的水龍頭 在飯廳位置 可以放到一張6-8人的餐桌 我覺得它在設計上 這張Bench Top 其實就 跨了一點 因為你會發覺 這張Bench Top 比吃飯桌更大 有少少少九個女孩 比主人婆大 那如果這張明顯可以做auf elves仔細細細少少 和十分窄補那麼 我看相續 gay 整個配搭方面 我覺得會更加合理 飯廳部份 這個空間是整間屋最棒的空間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做到兩面的開窗 兩面的開窗 可以放一張很大型的L字型的貴妃椅 看上去就是自己的花園 跟之前的屋有一點不同 它這裡是沒有做到架給你的 我們之前看開我事務的朋友都知道 一些建築公司會留下架 等到業主搬進去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封了頂 就可以把這個位置伸出去了 這個位置遺憾地沒有做到 它這些使用的都是厚身的雙層玻璃 走出去這個花園下面就是一個deck 一個小小的草皮 這些屋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住新的房子 擁有大的居住空間的同事 在打理花園上面也是很簡單的 像這塊草皮一樣 你隨便去買一個剪草機 基本上你一個月 不需要洗五分鐘就可以把整個花園整理完 這個是非常適合一些 想住房子但又懶惰的朋友 然後呢 房子最大的優勢就是那個空間 特別是那個客飯廳的位置 而這個位置也是澳洲人最嚮往的空間 因為住在這些房子的人 大部分都是家庭 爸爸媽媽 他們大部分的時間都會聚集在這個客飯廳 所以很多澳洲設計師 他們在設計的時候 永遠會把房子最好的位置 留給客飯廳 可以看到這個客飯廳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首先那個採光 它是兩面採光 另外就是那個Privacy 他們設計師在設計的時候 往往會把客廳放在 向來源的位置 對鄰居的backyard 因為在這個空間 大家可以看到 那個寧靜是很安靜 也沒有汽車聲 還有那個Privacy 你可以長期把窗子打開 應該也不會有人 在視線上看到你的房子 因為澳洲人很注重 這個Privacy和採光 這就是澳洲為何 House 它最大的吸引之處 這間屋 大家可以看到 全屋是用了大金的中央系統 是有冷氣和暖氣功能的 這一種是 這一種是 帶有恆溫的恆溫冷氣 我們現在上去二樓看看 樓上也是鋪了地毯的 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一個 你叫做第二個客廳 這裡你可以做書房 或者 這裡選擇木板 可以變成第五間房 主人房部分 這裡是做了一套櫃 你可以當成一個小型的衣帽間 主人房就向街道 這條是屬於美的街道 汽車流量不多 以及鄰居的質素是很高的 有很多澳洲人 他情願住在好區裡最差的房子 都不願意住在好區裡最美的房子 這裡是足夠放進一張雙人床 還有兩個床頭櫃 都沒問題的 廁所部分 也有足夠的空間 一個棋缸 還有兩個星盤 我覺得它的設計上 其實可以有位置 這裡可以做一個浴缸 其實它不需要用到兩個星盤 我覺得有點浪費 好 再走進去 就是另外兩間房 這個位置 它就做了一個浴缸 再走進去兩間睡房 同樣都有入場衣櫃 它的尺寸都差不多 一般是留給兒子女女住的 設計師在樓梯位開了一個天窗 將室外的自然光 引入室內 令到樓梯整體看下去 更加明亮光亮 我自己幾喜歡這種設計 令到樓梯看下去 好像一件藝術品 不知道各位觀眾 怎麼看呢? 歡迎留言 給下你的意見 現在來公開這間屋的售價 還有開發商到底用了多少成本 建這間屋 這間屋目前的叫價是210萬澳幣 開發商在2015年 以151萬買入這塊地皮 連賣印花稅 和持貨9年的Lantes 還有各項的集費 利息 包括拆屋的費用 當然最大的金額就是建築費 建兩間這些連排屋 150萬澳幣就不可以了 還有利息成本 還有給Agent 賣樓的佣金 我計完條數 它的總成本 大約是380萬到390萬澳元 每間售價是210萬 兩間加起來都是420萬 這件事久了9年 它只可以賺取40萬至50萬澳元的利潤 其實回報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好的